大家好,我是摩根资产管理的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昂泰 那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博客 那这个博客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亚洲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些经济跟投资的主题 而且呢如何帮助大家在资产配置当中做一些决定 那这一期的播客呢我们将会是分享我们最近一个客户的网络会议 主题是美联储三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的一些重点 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了解美联储它最新的一些想法 跟对于市场的动态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焦点呢主要是放在昨天晚上公布 美联储三月份利率决策会议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除了是这个礼拜有美联储之外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环球央行在这个星期呢 也是宣布了他的会议的决定 那里面当中比较出目的可能当然就是日本央行 他们也是脱离了多年的负利率政策 那所以今天我希望呢用大概是半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跟日本 他们的货币政策在过去一个礼拜有哪些主要的转变 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澳洲 今天晚上也有英国的央行 他们会宣布他们的利率政策 澳洲方面呢是维持利率不变 但整体来看的话 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呢还是相对的比较谨慎 特别是这个薪水上涨部分 会不会引发新一波的通货膨胀呢 他们还是比较关注的 因此呢我们认为呢 这个澳洲的央行 今年呢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维持利率不变 那英国的部分我们认为呢 今天晚上也是不会有任何的利率的变动 但是这个公开市政委员会 或者是他的这个平利息的这个议会当中呢 里面的投票过程或投票分布是如何 我相信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那回到我们今天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是美联储他的货币政策的公布 利率当然没有改变 政策利率呢维持在5.25%到5.5%之间 那他的会议声明呢 基本上跟上一次会议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们留意到劳动力市场还是相对比较强劲 通货膨胀是有下降 但是呢整体的水平呢还是偏高 因此呢我们的焦点今天就会放在他最新的经济跟政策利率的最新的预测方面 那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留意到美联储他公开市政委员会 他的官员对于美国经济的判断呢 是越来越乐观 在经济增长的部分 202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呢 是从之前12月份的1.4% 调到2.1% 那其实如果你看美联储他对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判断 大概是经济增长预测大概是1.8左右 也就是说今年年底第四季度2.1%的经济增长呢 是比美国的长期增长还来得要快 这个第一点 2025-2026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呢 也被上调到2% 所以总的来说 美联储他这一次的经济增长预测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他们认为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 不论是短期也好2024年或者中长期也好 都应该能够达到一个软着陆的一个状态 甚至是比这个长期经济增长呢 还得要快一点点 那在通胀方面呢 整体通胀的预测 2025年稍微上调不是非常的明显 2024年呢 核心的通胀是从2.4% 调到2.6% 也就是说美联储他们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呢 可能还是下降的速度比不够快 他未来一段时间整体的通货膨胀会继续下降 但是呢 下降的速度可能比预期来的慢一些些 那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 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 他们对于政策利率的预测 那在会之前 我相信呢 很多投资者呢 都是担心 美联储他在 12月份当时后呢 他们的预测是 2020年有三次 25个基点降息的空间 加起来就是75个基点 那问题是 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对的比较不错 而且通货膨胀刚才提到下降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那这一次的预测 会否把2024年的降息的幅度稍微调整 我相信这是投资者原来比较担心的 那可幸是美联储在这一方面 他并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也就是说 这个政策利率在第四季度 今年第四季度的预测继续维持 中位数继续维持在4.6%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年底降息的幅度维持在75个基点 或者是三次25个基点的降息 那但是在2025年呢 他们年底的这个政策利率预测就稍微上调 从3.6%调到3.9% 也就是说他原来在12月份的预测 预测2025年会有一共是一个百分点降息的空间 但是呢最新的预测只有75个基点 也就是说从四次降息改为三次降息 但是整体的幅度呢我觉得还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为什么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美国的股票市场的反应比较正面 今天我们看到在亚洲市场基本上反应都是比较乐观的 主要的原因是美联储并没有因为最近的经济数据 继续维持一个强势而降低他们对于今年降息 这个幅度的一个判断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长期的政策利率也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做个调整 这一次是从2.5提到2.6 也就是说美联储所谓一个中性的利率 有一部分的公开委员会的委员认为 不应该再继续是在2.5 可能因为未来的通胀平均水平有所提高 而因此呢长期的这个政策利率平均的水平 应该是逐步的往上走 很多人就把它称为一个R星 就是一个中性的这个利率水平 那当然除了这个预测之外呢 主席鲍威尔他的记者会当中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惊喜了 比如说他提到继续的维持 现在的政策水平是足够把通货膨胀 继续的拉下来 另外呢但同时间因为经济增长的步伐 以及劳动力市场还是相对的比较强 而因此呢美联储他也没有这个必切性呢 要立刻去降息 但同时间他们也提到的是 在未来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他们可能就会宣布整个货币紧缩 或者是量化紧缩这个QT的部分 逐步收放慢脚步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就会逐步的公布 那希望能够稳定住短期利率的波动 那总的来说今天昨天晚上的整个会议呢 给我的观点是美联储他没有一个必切性是 赶着要降息 但同时间他们认为呢 货币政策已经有足够的这个收紧 来把通胀逐步达到他们这个2%的目标 而因此呢我们也继续维持第一次降息的时间点 可能还是继续维持在6月份 然后呢每一个季度可能会有25个基点降息的空间 那同时间呢在6月11号12号的会议之前 我们还会有三次三个月的通胀数据 那我希望到时候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数据去支持 美联储可以开始降息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场的反应整体来说 是相对比较正面的 标普500 昨天涨了0.9% 那也从也达到了另外一个历史的高点 第一次是穿越这个5200点的水平 美元指数呢是有所的下降 两年期的美国国债也跌了大概是7个基点左右 但同时间呢10年期的国债就没有太大的变动 也代表了整个利率曲线是变得偏陡 黄金昨天晚上是涨了30美元 也是重新去挑战这个历史的高点 那在期货市场也好 或者OIA市场也好 我们看到呢市场对于美国降息的预期 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总的来说美联储昨天的整个公布 以及一系列的预测可以说是相对的稳定 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太多的惊讶 反而呢可能是对于投资者原来是忧虑 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的放慢降息的这个预期 这个并没有出现了 可以说对于一些风险性的资产是相对有利的 那这其实也是可以说是 合乎我们对于投资者今年的建议 我们认为2024年美联储 他降息的过程是第一 自愿性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受到经济严重衰退 或者一个金融系统的问题 去逼使他要降息 他是因为货币政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 把通胀逐步的拉下来 而因此呢 他可以一个防御性的开始去降息 去保护经济增长 那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 多次提到这个情景 其实对于风险性资产 包括了股票 包括了企业债信用债 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而因此呢 我们认为 在2024年 不论是第二季度也好 或是进入下半年也好 投资者可以继续维持 投资股票跟固定收益 那他们的整体表现呢 我认为呢应该能够继续的跑赢 现金带来的一个回报 在固定收益方面呢 我们认为美国的经济表现 能够维持稳定的话 一些美国的高收益企业债 或者是非投资等级的企业债 他的收益率相对比较高 因此呢 在经济稳定的时候 他能够为投资者继续带来一个高收益 以及一个高总回报的可能性 在股票的部分 我们看到呢 美国股票 当然去年可以说是 这个六七家科技公司行业 龙头带动了市场 今年我们看到的是 有两家Tesla跟苹果 他的表现 因为他的盈利预期被往下修订 而投资者呢 是相对理性的 就开始去离开这两个股票 但同时间我们看到 比如说Navidia 或者其他跟AI相关的 一些科技公司呢 继续受到投资者的支持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很多客户在最近问到我 美国的股票市场 特别是科技行业 是否一个爆末 如果是从投资者相对理性 去区分不同的公司 他们的营收表现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理性的表现 给我的一个感觉是 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泡沫 还没有到一个疯狂的地步 所以这个当然 从估值来说的话 这些科技股不算 绝对不能算是便宜 但是从市场的气氛 跟他们去解读 这些企业的前进来说的话呢 这个投资者相对来说 是理性的 另外一个重点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意的是 当然去年 这个Magnificent Seven 或者七雄 他对于标普500的贡献 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今年开始我们看到 有一些是非科技的 包括譬如说是保健医疗 或者是做减肥药的 或者是一些金融机构 包括了保险 包括了银行 他们的表现也相对的不错 因此呢 对于标普500的贡献 也是越来越明显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美股 他带动美股指数上涨的这个因素 逐步是拉宽 那这个呢 可以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 那除了是美国之外 在亚洲我们认为 这个台湾 韩国 日本 这些东北亚地区 以出口带动的经济体 他们市场的表现 也应该继续能够为投资者 带来一定的这个乐观的一个预期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 不论是AI也好 或者是这个消费者 消费级的一些电子产品也好 需求继续的扶苏 那这一方面呢 对于生产半导体 生产这个 这个3C产品 这个电子产品的企业来说呢 企业的盈利前进还是相对乐观 好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美国的央行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转到日本方面呢 日本央行昨天也上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 星期二 他们也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 里面当中包括了 当然从这个负利率政策扭转过来 把利率调升到0.1%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Yield Curve Control 就是利率曲线的控制 也告一段落 但是 日本央行他提到的是 他们会继续维持购买日本国债 而且购买的幅度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速度呢 跟过去几个月还是相对的接近 那第三部分呢就是他们会停止购买 ETF跟一些JREIT就是一些 这个地产的一些训练基金 那但是呢 听起来这三个行动 这三个政策的改变 听起来都很厉害 或者是很一个一个很明显的政策的改变 但是呢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他的一些详细点的话 其实对于市场的影响 可以说日本央行也是非常非常的谨慎 譬如说 负利率政策 其实如果你看日本的银行 他们把他们的现金或者他们的资产 放在日本央行的时候 真正是要负负利率的 就负零点一的 只占了整体银行的结余百分之五 另外的95呢 有一半大概一半是这个存款准备金 而这个利率呢是挣0.1% 另外呢 是其他跟放在央行的结余 这个是零利息的 也就是说 其实银行一直以来 大部分的资产都是零到正零点一的利息 当然现在来看的话 有一部分大概是50%到55 现在可能就已经从零到负零点一 到正零点一 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但是从整体的这个银行结余来讲的话呢 我相信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相对可能还是比较小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利率曲线的控制方面呢 虽然说YCC已经是完结 但是日本央行他起码在第二季度 他会继续以大概是六兆美元的速度呢 继续去扣买 购买这个美国 这个日本的政府债券 那所以在这个环境来看的话 虽然说利率曲线控制已经完结告一段落 但是他实际继续在这方面操作呢 可能还会维持好几个月 那第三部分ETF的部分呢 其实日本央行已经多个季度 大概一年多以来都已经没有增持增加购买ETF 或者是购买ETF 那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呢 对于日本股票市场整体的影响也应该是相对的有限 我们有客户问到那日本央行会否把手上的ETF卖掉 我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因为说到底 虽然说日本央行在过去几年ETF的购买呢 赚了很多钱 就是现在市场涨了这么多 他手上的ETF 他购买的价格跟市场的价格当中的 这个赚的这个差额非常庞大 但是呢 日本央行说到底不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机构 他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他现在把股票手上的ETF卖出去的话 可能会为市场带来一定的震荡 而因此我们认为呢 日本央行在现在 整个货币政策处于这么重要的转捩点当中 再去添乱的可能性就并不算很高 那所以 刚才们讲到 这三个政策 脱离负利率 停止这个利率曲线的操作或者控制 然后停止购买ETF 这三个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厉害 或者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但实际从日常的操作来说的话 跟过去几个月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同时间我们认为呢 这一系列的转变 也对我们 对日股看好的这个观点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说到底 日股看好的原因里面当中 一部分是因为日本企业 他的营收能力 营利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 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 他的这个 企业改革管制方面的改善 那这些呢 都是使得投资者继续 希望能够投日本股票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所以总结一下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 那第一个呢 就是美联储他继续是 我们认为在年底前 非常是有可能会开始降息 那我们自己的观点是 六月份是美国最早 可以降息的一个时间点 那虽然说他的经济表现 非常的稳定 通货膨胀也可能没有 下降那么快 但总的来说呢 我们认为美联储 他有一定的条件 可以开始缓慢的去 采取降息的措施 那日本央行同时间呢 虽然说他也进行了 一系列的政策的改变 但是多细心留意 他里面的详细点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他实际操作 未来的几个月 跟过去的几个月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重点是 日本央行 他没有承诺 或者是去让大家有一定的预期 就是未来的几个月 或者未来几个季度 会逐步的升息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设定 所以在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他不像美国或者欧洲 或者英国或者其他的成熟市场 当升息周期开始之后 他们就会定期的升息 日本央行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 他还是比较关注 经济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 其实在这个不论是行长的言论之中也好 在声明当中也好 他们也提到环球经济 日本经济面对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日本升息的步伐或者过程 还将会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当然其他的央行 他们还是采取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 来去考虑他们未来降息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欧洲 在英国 甚至在澳洲 工资薪水的上涨 这一方面可能还是会为 在通货膨胀 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昨天的美联储的会议 继续支持我们对于风险性资产 乐观的观点 说到底 我们认为美联储今年 它的降息过程 将会是一个自愿的 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降息 因此 这个对于股票 对于企业债 对于一些风险性资产来说 还是非常的有利 同时间 大家也看到过去24小时 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维持 今年降息三次的预测 可以说也是大家松了一口气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一个网络会议 应该是在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 也就是我们下一季 环球市场中南亚洲版 发布的时候 那希望到时候 大家也能够参与 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议 或者网络会议 到时候我们会 为大家提供更多的 在投资方面的一些观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争